開罪幫忙 大家好 我是演藝老爹 這個大家對酒駕的恨之入骨 非常討厭 那聽說7月1號好像 今年的7月1號 2019 7月1號 這個針對酒駕的罰則好像有調高了 是不是唐靖雯 是 比如說這個初飯 第一次抓到酒駕的這個罰環有 有調整 有調整 是 那目前在初飯的部分 機車的部分還是一樣維持1萬5到9萬 但是汽車的部分有調高了 汽車部分調為3萬到12萬 3萬到12萬 是 那駕照一樣掉扣 駕照掉扣的部分也延長時間 本來是駕照掉扣是1年 現在駕照掉扣延長為1到2年 抓到就是掉扣 再加罰環 是 那這個如果拒絕酒駕的話 好像是不是罰環也增加 是 聚車的部分也從中的處罰 那第一次初飯 聚車初飯就是18萬 18萬 初飯18萬 那累飯呢 第二次呢 如果說你18萬還不怕的話 第二次再飯 再加18萬 36萬 所以我早上被抓一次 下午再抓一次 兩次都拒絕酒測 是 就30 36萬 對 如果你還不死心 掉在第三次的話 再加18萬 所以應該先抓去關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拒絕酒測 那警察有權利 就是沒收 當場沒收 或者是不讓他的車行駕嗎 我不讓你開了 事實上警方在當場就會掉扣他的車輛 會 會將他的車輛 予以一致保管 不會讓他再行駕了 這可以放心 另外聽說 連坐法 是不是也要同步實施了 是 有一個新的規定是連坐法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相關規定 那我們在實施連坐法 它原則上 有兩個原則 跟一個例外 這個兩個原則我們再說明一下 第一個原則是要0.25 這酒精濃度要0.25以上才開罰 開車的要超過0.25 那第二個原則是要 滿18歲的同車乘客才開罰 所以18歲以下不罰 對18歲以下不罰 那一個例外 是年滿70歲以上的長者 或者是你是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業的乘客的話 這個也不罰 這也不罰 是 那目前這個部分連坐法是儲罰金 600到3000元的一個罰金 所以聽清楚了 以後呢 如果你坐開車 酒駕開車的人開的車 只要被罰 你18歲以上 都會被罰多少 600 600到3000元的罰金 到3000 但是呢 你也不要心存僥倖說 哎呀 我才17歲 11個月 也就不罰 千萬不要 因為酒駕開車還是這個 滿危險的 所以任何時候都要提醒 也不要坐這樣一個 喝酒人開的車好不好 OK 開車幫忙 我是安妮老爹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